你好 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新年快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周一我们到底要买什么 因为之前蛮多人在问的 然后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有在问 所以我觉得单纯给大家来这个简单的去说一下 好像会比较能理解 所以下面来看一下吧 好的那个昨天是那个我们的农历的28 今天是29 今年没有30 所以昨天晚上那个过12点之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疯狂在开那个 疯狂在开新的时装啊 没有开过大鱼再开大鱼啊 对大家看到这个 对我只有开了我们的浮光柿子 浮光柿子的部分我就开了60个 而且60个是身上有一套看到吗 然后背包里面还有一套 我一定会被揍 好了然后今天这一集呢 在我们的新年开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星期一时候该买什么 之前我好多次然后都想要拍 然后都没有机会拍到 就是因为按太快了 好的来212天 今天是我们在天道的212天 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 当时明月在 好了我们每次呢 每周一的时候要买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要点开我们的商场 我们每周一的时候 我们撇开这什么新年专缺什么之类 好如果一定要讲的话 新年专缺你要抽天一的各位呢 记得这个天一的礼券一定要买 这个是超划算的 现在还有雷储嘛 如果包括你的这个 储置雷储没到的话也可以哦 还有神下招募令的话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买一下啦 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 就不用管它了 好我们的月卡专区要在 现在我们要先讲月卡专区 月卡专区的部分是我们的 神下招募令是一定要买完的 这个部分是我们每周 上新手机一定要买的 那你看到后面有天一礼券呢 明天是2月1号 他就可以买了 那剩下的部分呢 关于我们的这个 周限购的夜零容身跟夜零容出啊 像白牌的玩家 你们就要规划说 在这个部分要去买 夜零容身跟夜零容出 因为如果你没有买每日的话 不买它你会很亏哦 这个偶尔会买一买 因为身永远都是不够的 那悬天石木的部分呢 其实对于白牌的玩家来说 绑点是非常的缺的 要不要买 有没有通过日常累积 你要考虑 那白牌玩家可以考虑买 是天地狼文哦 因为你们本来就很少 还要特别喜欢改名的话 这个每月限购 我一定要记得买哦 还有喜严丸是每月限购 今天31号 如果也是在播买 就要刷新哦 因为我这人没有在改连的 有没有在改名的 所以我倒省了这不多 然后来到我们的 尊享专区 哎太快了吗 尊享专区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哦 它这个神侠招命令 每周记得一定要点完 那这个其他的部分就是 就是都五五开差不多了 根据你的需要 那我们的鞭石呢 后面还会开啊 如果你没有买美丽的话 神品鞭石兑换圈 就一定要买了 因为神品鞭石兑换圈 五十就可以换一个 金色的我们的鞭石哦 那未来的部分 我们现在只开 每个都只有五个嘛 小石零石 跟我们的原石 未来每个都有三孔 所以你只要准备好 三孔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个是很好的 就是一个提供大家 能买到的方式 不见得你在我们的 金洞洞当中能开到 钓鱼能开到 或是在银子里喝 或金子里喝 或盘子哦 这个很难说 那四孟之选里呢 根据大家的个人的条件 想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 就是买就升比较快了 没买就升比较慢而已 这个啊 我看心情 看需要我才买 那同样的 也零龙身和 也零龙出 也是根据你的需要买 其实对我来说 都很缺 我在绑点银水桥天下 我就会买 好来到每天零零哥 哎呦喂 今天零零哥 对我好 OK 有选和宝箱 这个是一定要买的 你在活跃的帮派当中 一定会有相应的分红啊 这记得要买 这个也要买 我已经个心里没说 要选和宝箱给我 这是老天开眼啊 过年 谁要给我东西吗 好 这个那个 金票不够 等一下厨子再用吧 然后这是零零格的部分呢 零零格的部分 最不需要买的是 用金票买的 像那个祝神令啊 之类的 大家就要根据自己需要买 不要乱买啊 好 每周银两的部分呢 每周大家都会有相应的银两 那银两的部分呢 首先 这个一定要买 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新的狼纹 或是你现在的狼纹 会需要碎片 然后今天又是31号啊 你不要忘记 今天是31号 如果你不去买 这个相应的 我们的月限购的东西 然后就下个月了 所以特别注意 我每个星期都会买 有个绿色的 像我们有刷恩师纸的人 就其实这个还蛮多 但是通过日常 你在购买累积的话 它会越来越多 就是绿色的买完就好了 蓝色其实丢了 不用管它 这是我们的饮料 要买的部分哦 这边特别来注意了 那特惠的部分呢 说真的特惠的部分 讲过 128礼包是必买的 对 尤其现在的128礼包 有看到吗 有 天牙丝 好的 昨天晚上我们大家在开的时候 开呀开呀开呀开 他们有最多开到三个天牙丝了 我一个都没开到 然后 气死我了 那时我有开到 零龙炉跟我们的那个 流通传说神兵自尊礼合 这个对来说是可能货的 然后还要包括那个 天鹰里雀什么的 我这个大概开了三个 所以你说划算不划算吗 粉打心里就是没有开到大铁 然后没有开到那个 我们的天牙丝就觉得还好啊 不过相对来说啦 我有开到至少保底 因为50次 50次的保底我还没开完 对 至少50次 开满50次一定会给你个东西嘛 所以我现在只开到44 相对来说 我还是有开到大东西 只是我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对然后这是这个部分 好了我们要来到那个市集的部分 我们的首餐 海河令商店啊 要买什么 首先进来当然是买原材镜啊 然后这个 大家那个金色还没有突破 可以买一下 金色突破完就不要买了 然后尤其白票的玩家 像这个 原材厨是一定要买的 因为原材厨越到后面 你会发现 你的神兵材料非常多 可是你的原材厨却不够啊 那至于绝品心法产品啊 反正你不多就买了吧 那去堆砌海啊 然后这个要买 要帮贡要买 便宜的帮贡啊 然后每天要买我们的祝神令 它每天都有六个 极少成多 然后我们的帮贡我买一下 然后就买一下 然后最后这个 七千我要不要买再说 丢着 就是因为太多 我真的太多 然后大家知道 为什么海河令要买 海河令有个成就 是消耗一百万 这个还要蛮久的 我已经到九十 这个买完 我已经到八七八八了吧 好那天魁币的这个商店当中 就是每天限购 这个每天都要买 因为每天都有二十五个 你会发现你没有买 你就会比我们少啊 所以大家在使用我们的天魁币的时候 还是要去算一下 这是每天要买的 因为现在我还没开始打画本 然后这个略有不够 那天魁币的这个 叶玲珑身一定要买 叶玲珑出也一定要买 不要忘记了 那未来的海河令商店呢 每天都要留五千 就是每周 因为未来的海河令商店 会卖天涯四 每周有一颗 好了 是和令商店一样 买四个江湖肩 然后再买一下 天涯三 OK 这是我们要买的部分 然后下面来到家园商店啊 家园商店的每周呢 都要去买种子 然后把它种下去 可以获得碎银啊 获得清工材料的部分 好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这个每日部分 要去限购的部分啊 你每日是不是有跟我 样买这么多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每周 每周一的时候 当然每周一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怕有些人忘记啊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步骤 每周一呢 就是我 我这个吃下去 可能活力会爆了 我看一下 我还没还没 勉强快爆了 勉强快爆了 好 等一下去做一下 补快就好了 好了 以上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每周一啊 或者是每日 必须要购买的部分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大家在这个买东西上 有些误区啊 而且现在是我们的 这个火年快要来到 第一天啊 大家在买东西的规划上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你在细节上面 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会比人家东西少 其实只是 仅仅只是因为 你在每周一 或是每周的这个 月的限购上面 然后少买的东西啊 少买的东西就会少很多啊 像如果你想要抽 天鹦旅券的各位呢 就不要忘记 这是一定要抽的 这是绝对不能少的 因为你只要少了之后呢 东西就会少啊 像天鹦旅券当中 我刚才已经买完了啊 因为我们要收集天鹦旅券嘛 大家记得每日的免费 也要去抽一下 现在新年嘛 系统其实对大家蛮好的 相对抽出来东西 也会比较好啊 那像我的天鹦旅券 天鹦旅券在换 换那个随心燃 哈哈 好了 然后那个什么 我这个还没有抽到啊 因为我想说 等一下期再来抽 我也不是很着急 因为我身上只差一点点啊 可能会先来 我去抽两下吧 因为过年抽下意思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帮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大家新年快乐 火年大吉哦 我们在今年其他影片中 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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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